OK 样板间主题又来了 之前有给大家拍过这边莱娜的样板间已经上市了 然后身后的Poti Home的样板间现在是比顶竞价模式 但是我这边三间样板间先到先得 第一间Plan 1 它是一个三房2500多尺 198万样板间所见即所得 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一个院子进来 它是一个大的前院 Taylor Moulson的房子 好 我们进来 进来以后这边是餐厅 客厅 然后这是一个厨房 这是Taylor Moulson的那个样板间 然后它的所有的这个台面升级好了 柜子 把手都升级好了 但是稍微装修呢是简洁一点 只有那边有一个护墙板的 当然它的那个院子有两处啊 前面刚才一个前院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侧院 那这栋是198万美金的 然后它是一个三房 底下呢这一个Powder Room的一个卫生间 其他没有了 然后这里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都是那个木地板 石木地板 上来 上来以后左手边两个小朋友的房间 哎呦 灯很漂亮 然后这里有衣帽间 好 这一间啊 这间也很漂亮 小朋友发现这灯很好看 然后我都看上它灯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卫生间 浴缸 OK 然后主卧 那这是主卧 然后现在它是这样啊 家具是另外算的费用 两万多可以买 如果不要这个家具 就可以纯买它的房子 198万 然后这个是主卧卫生间 OK 然后楼上还有一个三楼 它这是一个三层的 那楼上呢 它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景观房的这种感觉 因为它三楼可以看到大公园的气球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水上乐园这些 好 我们到三楼了 三楼这边上来一个 卫生间 它这边也设置成了一个房间 其实那可以说是四房 独立的四房 然后你看哈 我说这是一个景观房吧 就是你看它可以看到光谱中心嘛 因为它是三层 前面的房子都是两层 所以这个是很确定的景观房 OK 这个景观房还可以不 200万的景观房 然后前面又是公园 然后这边又是公园 所以这个 你看这个位置又是公园 泳池 OK 再带大家去第二栋看一下 OK 到这个plan3 这个plan3呢是 相对来说最贵的一栋啊 因为它面积最大 213万 然后是一个四房 这个院子还是可以的 进来这个是一个柠檬黄的门 很好记 OK 客厅 餐厅 然后厨房 然后这里呢 有自己的这个侧院啊 厨房的台面也是做了神级的 这个还是蛮好看的 这边有半个卫生间 然后我们上楼 又是全屋木地板啊 这就是样板间的好处 你就拎包入住了 好 上来以后这边 第一个房间 就是带电扇 然后第二个房间 有点像音乐房 他俩小朋友用这个 OK 然后这边还有个洗衣房 这边还有第三间 它是颜色搭配 就是你看这个盆的这个颜色 和它画面上的 是队上的 OK 然后主卧 主卧的卫生间 配有浴缸 淋浴 我觉得这间更好 因为是个实实在在的四房嘛 这个衣帽间也够大 然后我们再去顶上看一下 好 上来以后一个 厅 个拉夫的厅 然后这也是阳台 这个阳台 这个阳台也很大 这个景观 你看我说今天正好看到 大公园的气球在飘着 这个景观房 OK 那这个是 第二间样板间 第二间样板间 其实是三号户型 那它二百一十三万 其实是个四房 小三千尺 最后一间 Let's go OK 最后一个是个编户 哇 这看着好大 Plan 2 但这个编户 其实它户型不是最大的 它只有2600多尺 但是 这开着也太庞大一间了 哦 院子特别大 哦 这个院子可以 真的可以 怪不得它 其实刚才我价格 可能有点搞错了 这间是二百一十三万九的 因为它院子大 现在主要就是院子 谁更值钱了 你看 从这个角度看 中间那间是二百零六万九 这个院子 二百一十三万 确实在尔班 这样大院子也找不到 我们看看它户型吧 好 进来以后直接一个餐厅 那餐厅有推拉门 可以通往前面的 前庭啊 然后客厅 厨房 OK 这是一种熊猫配色 黑白熊猫配色 车库 然后这边呢 会有半个卫生间 供客人使用 这全屋的木地盘 三个要买件 三个不一样的颜色啊 这个颜色偏深一点 所以它的画呢 也会偏深一点 上来以后这个二楼呢 多一个loft 刚才那没有啊 刚才那没有啊 这多一个loft 采光也很好 然后还配有一个阳台 接着来到第一个房间 这也是主卧了 主卧这个浴缸 淋浴 衣帽间 这是灰色系的一个调子 那它因为这个窗户 开在这个位置 它等于说算是有点景观的啊 OK 来 紧接着咱这边 两个房间 其他格局差不多 哎 这盏灯我以前家也有 还有这边一个房间 男孩子的 洗衣房在这个左手边 然后淋浴房 在这个右手边是浴缸的 最后我们去三楼看一下 OK All right 上三楼啊 三楼呢 它也很贴心的 它卫生间其实都做好了 所以你要是想要做成一个房间 它依然可以做成一个房间 OK 然后这个就是它阳台 所以它这个阳台有两 二楼一个阳台 三楼一个阳台 非常好 OK 那这个就是这三间样板间了 在大公园目前一共是 九间样板间在出售 想要拎包入住 啥也不要管的 装修也不想管的 啊 不想像我在家里装修 那么辛苦的 就直接买这个 好 就拎着你的包就来了 下期见 拜拜